这个地方云端上面 所以将来请各位记一下云端 云端白板上面 我这边做一些说明 所以请各位回去的话 你可以把它当然 有点像线上的讲义一样 那里面的话 这边有一个连结 就是我分享一些 有关就是懒人包的一些相关的说明 那首先第一个 你们如果要比较什么 比较那个VBA跟Python有什么差别 其实最大差别 我刚好讲过 VBA好处就打开就有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它也不用做什么设定 就可以开发了 第三个的话 如果你要有个资料库的话 那Python它必须还要再用SQLite 可是在Excel里面的好处是说 VBA它就可以把Excel 当成资料库来储存资料 OK 所以其实VBA好处是 它其实很多东西都已经有了 那Python的话 很多东西都没有 那你变成你要自己再把 外部的一些 韩式库引用进来 所以相对的 如果以困难度来看 我反而觉得VBA相对的还是比较简单一些些 只是说VBA它的限制是说 它就是微软的东西 所以有一些韩式库 它如果有提供给你就可以办来到 但有一些没有的话 你就办不到 像那个影像变 比如说像影像变试那一部分 那VBA可能就是它的弱点 像网路爬虫好了 其实两边都可以做网路爬虫 可是Python还是略胜一筹 OK 所以基本上当然你就要怎么找到那个工具的长处去做应用 而不是说你一个工具要从头用到尾 这种好像通常是比较不太建议 最好是你要找到某一个工具它有什么样的长处 你用那个如果说它另外一个功能 假设另外一个工具来做比较适合的话 也许你可以接力赛 这个做完之后丢给它 对不对 不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爬虫 爬虫也许是Python比较强 但是如果我今天如果要在Excel里面用的话 我可以先把资料抓起来 再丢给VBA VBA再接手后面的应用不就好了 两边可以互相做什么 互相的搭配 这个就是有点像跨工具的应用 所以没有说一个工具可以全部都完全都是长处的 好那所以这边的话我来说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这边有相关说明 那至于就是Python有什么地方比较会有问题 就是它要做一些设定 我刚刚讲过有点像自助餐的概念 所以我们刚刚要先下载这两个 然后并且下载到C叠或D叠 如果你自己的电脑我建议是放在D叠 那比较建议放在根目录 因为之前好像有同学放在某个目录里面 那目录里面好像有中文名称 好像有发生那个充码的问题 所以我建议你干脆就放根目录里面 就比较没有什么问题 不要多一层目录 然后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因为Eclipse会用到Java的环境 所以理论上一般的电脑都有装Java 不会有问题 但如果你点开Eclipse之后发现说 它跳出什么 一定需要Java的Round Time 那怎么办呢 你可能就必须要额外再装一个Java 那哪边有Java 其实在安装环境里面 如果你们有跳出Eclipse需要Java的话 你就把云端上面的这个 安装环境里面的JDK 把它下载 并且安装 那那个问题就不会发生了 不过目前 你们如果有用自己的电脑 才有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这边电脑都有Java的环境 所以不会有那个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发生 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们就可以把它开起来 不过开起来之后的话 第一件事情 请注意 你的Workspace要改一下 因为这边上课不是只有你们这个班 另外白天还有另外一个班 所以请各位名称改一下 按个Lunch 所以它就放哪里 放这个C C帖底下这个目录 所以未来你们如果要备份你的程式回家也可以用的话 你就把这个目录 call回家 放在你自己电脑里面 Lunch的时候呢 有没有 就直接找到那个目录在开 那你写过的程式也会 又恢复了 OK 所以特别重要就是放目录里面 那你要备份的话就把目录带走就好了 Lunch一下 OK 那这边的话出现 It's in use 我刚才已经开过了 我看一下 对这边in use 这边已经开过了 好 那这样的话就开起来了 第一个动作完成 那第二个动作的话呢 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如果开起来之后 那请各位注意一下 因为Eclipse Eclipse跟那个Python 它是分别是属于两家不同 两个不同单位吧 因为它应该也不属于 它是OR区 它不是公司 不同两个组织 那所以呢 我们需要做什么事呢 打开Eclipse之后 跟他讲 我的Python的函事库放哪里 那要怎么告诉他 请各位注意一下 Windows里面 有一个这个Preferments 这边设定 那请各位找到 这边里面有一个叫 Python的开头 Py Py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外挂 外挂的名 那里面的话 请各位找到 这边有一个叫Interpreters 里面有一个叫Python的Interpreters 那目前里面是空的 那你需要做什么呢 你要告诉他说 这个地方 你要告诉他 我们的Python放哪里 否则的话呢 他会没有Python 你就没办法写程式 也没办法砍牌 也没办法砍牌就对了 所以你要跟他讲说 Python放哪里 当然呢 其实如果你不用手动 New的话是手动 其实你可以用什么 QuickAutoConfig 这是自动 自动去帮你找到 也许你里面有别的 那个Python的函事库 也可以自动找到 甚至他 如果你这一台电脑 装什么Archonda 他也会找到 其实Archonda也可以当来源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就New New之后的话呢 再按一下Browse 跟他讲什么呢 我的那个目录 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C叠底下 所以你就找到C叠 C叠底下呢 会有一个什么呢 Python的3732 那他主要是会问你说 你那个exe Python的exe在哪里 因为另外我们要run 不用你写一个module 你要run的话 需要跟他讲 你这个exe在哪里 所以找到他 然后呢 按一个开启就可以了 好 这样子 按OK 那你会发现呢 他除了找到 他会找到一些 相关的函事库 按OK 好 就完成了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一定要做 如果没有做的话 你的equilibus 就没有办法跟Python 做什么 做连结 OK 那未来当然 如果你还有其他的 函事库 也可以加到下方 那这边按OK apply close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什么 把equilibus 跟Python 做连接了 他接在一起了